一群菲律賓學生在推車上放著白板和書籍 沿著鐵軌深入南部偏鄉 進行他們重要的任務 疫情席捲菲律賓以來 學校關閉改成線上授課將近兩年 儘管當地政府去年11月 已經逐步恢復到校上課 一些南方偏鄉地區因為疫情依舊嚴峻 所以無法復課 有群熱血大學生和老師 希望可以貢獻一技之力 所以這名老師和四個學生志工 就推著行動圖書館深入偏鄉 青天白日樹蔭下 就是他們的露天教室 孩子們排排座專心聽老師上課 而這群熱血之工裡 有人本身就出生貧困 他們的計劃已經進行了三個月 每週三天在不同的社區上課 希望藉由自己和教育的力量 幫助偏鄉地區的孩子 華視新聞 楊維敬 陳偉一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